各位新浪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来到热点板块解析栏目 现在是2022年1月19号晚上的11点钟了 目前美股开盘删纳指数是全线上涨的 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目前涨了1%左右 标准普尔包括到琼斯都是上涨的 之前我们表达过很多次 就是美联储加息这个事件 对于美股而言它的调整应该都是短暂的 包括目前美债收益率又创出了一个新高 对股市会有一定的打压 但是从一个中线角度而言 美股目前出现大幅度的调整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一旦3月份的时候 美联储加息落低之后 那么后续就重点看美国经济的复苏 它又会形成股市的一个新的推动力 不过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 对于科技板块 它是有一定的带动作用的 也就是说科技板块的走低 会比传统板块又更强烈一些 因为科技板块的估值相对偏高 就比如说目前A股市场当中 以宁德时代为主的一些新能源产业链出现了一个下跌 市场给出的理由也是属于估值相对较高 但是A股市场的新能源产业链的下跌 不仅仅是估值的问题 还是在于板块之间的一个切换 也就是宁德时代高位条路 护生300权重品种之后 那么也就对护生300指数形成了一个压制 我们要知道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强大的阻力机构 那这个时候呢 你手中会有很多宁德时代的筹码 那么在高位的时候 你要杀跌宁德时代 或者说要出逃宁德时代 那么更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对冲来回力 怎么对冲呢 那有一方面比如说龙圈卖出宁德时代 或者说是以宁德时代为首的护生300指数 进行股指期货做空 那么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 今天晚上的富士A50股指期货 还是有定的上涨 之前一度是上涨接近1% 目前的话稍有回落 那么整体而言呢 新加坡富士A50指数 也就是存外资 对于目前A股一直都是看好的 很多次都已经发生了 A股没有开盘之前 它都是涨的 但是开盘之后就跌的一塌糊涂 为什么 因为被A股给重新带下来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商品期货 布伦特原油 目前已经是到了88美元 再创了新高 按照这种趋势往上走 难怪有人已经喊出来 要向100美元进发了 从整个技术形态来看 目前是已经完整的 把之前奥米克隆病毒造成的影响 全部给吞没了 并且是不断的创出一个新高 在技术形态当中 还出现了一个穿三甲的态势 这就表明整个原油 期货方向的走强 也就意味着全球整个石油供给 目前依然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要不然这个期货价格也就不会这么涨 就比如说我们的铝矿价格 为什么一直在涨 依然是属于供不应求 拿不到货 所以才会涨价 除了这个方向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纽约铜 今天也是再度上涨的 前面几天有个调整 目前是重新上涨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国内商品期货的一个变化 国内商品期货今天涨得可真好 基本金属权限大涨 尤其是跟着一个 锂电相关的涅方向 今天是再度大涨超过4% 整个技术面形态当中 是属于强者横强再创了一个新高 而护锡也是再创出历史新高 护锡方向也已经开始走出了 近期的一个反弹的行情 前期的高点也就是在 去年10月份的一个高点 10月份中旬以后 国家宏观政策对于周期股出手了 那么导致整个周期股快速的调整 目前正在修复的阶段 那么互列高紧急度行业呢 是早已经突破了前面的这个高点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互同板块 前期的高点也是在10月中旬左右 那么接下来 我估计也是逐步向上走的 因为我们讲过有两个内在的核心逻辑 一个是碳中和的背景当中 对于新能源产业链相关的一些 基本金属的需求 它是有争无减的 第二个就是对于2022年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的复苏 可能会比较明确 那么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会增加 所以这两个点呢 也就意味着整个 基本金属有上涨的趋势 并且全球两大经济体 美国和中国都要搞基建 来刺激经济 那么基建对应的就是整个大宗商品 包括基本金属这个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护率板块 目前也是在逐步向上走的 那么今天晚上的整个基本金属大涨呢 那自然是立好 A股当中的大宗商品的周期股 其实这个阶段我们一直在讲 A股的周期股方向 目前是属于底部的状态 我们一直在定义A股 主板低位蓝筹方向 中指头为首 那么中指头很多也是周期性品种 那么也就带动了周期股 然后就是大金融 带动的是银行 保险 券商 以及地产这些方向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石化能源方向 石化能源由于今天 整个原油再次创出了一个新高 不仅仅是布伦特原油 创出了新高 目前美元油 包括WTI原油 都是创出新高 那么煤炭板块方向 由于昨天煤炭涨的比较大 今天是一个小幅度的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 煤炭板块今天是小幅度的调整 但是原油价格的上涨 对于煤炭板块的影响 接下来应该还是会有带动 就比如说利钦 今天也是走出了一个牛市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 跟前面一个阶段我们讲 商品期货 不大样 前面一个阶段我们讲 商品期货没有什么花头 都没有什么机会 但是目前已经是走出了 比较典型的一个机会 由国际原油大涨 带动了一些基本金属 包括像这个原油相关产业 也都出现了一个上涨 所以说原油的上涨 作为工业之母 对于整个化工方向 也是有带动的 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 沥青板块大涨之外 那么尿素现在也已经开始 逐步向上涨了 我们可以看到 像其他的一系列的品种 也是向上涨了 铁矿石呢 目前已经是占上了半年线 下一个目标 应该就是年线附近了 具体什么时候到达呢 还得看市场的一个走向 那么在整体趋势上 目前应该还是一个看多的态势 升租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是继续调整的 还是在低位震荡 所以说养值板块啊 它能不能成为一个 持续上涨的主线呢 我们一直在讲养值板块 就把它归类为题材炒作了 很难说有持续上行的一个动力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ETF基金反向 这是我们晚上讲 6年解析的时候 比较擅长 或者说每次都会讲的一个方向 ETF基金方向呢 我们在昨天晚上有讲到 香港证券ETF 值得逢低去配置 为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认为 A股的券商要涨 那么首选呢 应该是香港证券 为什么呢 香港证券呢 它的整个估值比A股要低很多 不要问我为什么会低很多 反正就是港股当中的 很多的一些品种的估值 就是比A股要低 那低的是有原因的 港股你看现在每天就1000多亿的成交额 跟A股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同的一个体系 但是呢 从整个价值角度去看 那么港股的肯定会更偏向于 这一个低估值的配置 所以说 昨天我们讲到 香港证券ETF的基金啊 它会比国内的 券商的ETF基金可能会更具有价值 那么今天也是上涨的啊 除了香港证券ETF基金 那么对于一些主板方向的品种啊 比如说 恒生国企ETF这些方向 我们昨天也讲过了 逢低还是以看多为主 当然要不要进行交易的话 就看每个人自己得选择了 这是我们讲到的恒生国企ETF 这个对应的很多就是 中置头的股票啊 好我们再来看上证50ETF和护生300ETF 其实我们讲这两个方向啊 都是以看涨为主 那么今天呢 护生300ETF盘中一度是下跌了 1%左右 尾盘出现了敲尾 那么这个下跌呢 它是由一个权重股左右的 那就是宁德时代 持续的杀跌把它给带下来了 但是这并不会改变 接下来护生300ETF和上证50ETF 看多的一个趋势啊 我们讲看多是一个阶段性的看多 并不是说明天怎么走 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目前整个市场 明天怎么走太难判断了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权重工具股 对市场影响太大 比如说目前大家都看到 宁德时代对市场影响会有这么大 之前为什么影响不那么大呢 之前它并不是护生300ETF 这一个权重股 但是现在它是的 你现在护生300ETF里面 权重股当中 超过一万多亿的市值有几家呢 我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指标股当中 我们找到护生300ETF 护生300ETF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总市值 总市值突破万亿级别的 有几家呢 有石油 农业银行 招商银行 然后宁德时代 建设银行 包括工商银行 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的工商建行 包括农业银行 他们这些品种的走势啊 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平缓的 走势很平缓 对于护生300指数的影响 当然就很有限 但是宁德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走势是不平缓的 都是出现大 大级别的大阴线下跌的 所以说对于整个指数的影响 非常的大 那么排名第一的 肯定是规则茅台 好 这就是我们讲到 宁德时代的一个逻辑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些基金方向 基金我们刚才除了讲到 上中50和护生300 在阶段上继续看多之外 那么我们还得往下看 一些方向和品种啊 就比如说 像今天跌的比较长的方向 就是来自于新能源板块 新能源板块 由于宁德时代 今天的杀跌 再度出现一个大跌 那么我们讲 从立项思维去考虑啊 就比如说 我们讲一个板块 它要大跌 无非就分两种 一种是杀估值 一种的话 就是情绪杀跌 那么目前新能源 它到底是杀估值 还是情绪杀跌呢 我认为 两者兼有之 但是杀估值 这个方向呢 它不是特别的确切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整个 锂矿方向的业绩 非常的好 比如说 今天晚上公布的多幅多 在去年四季度的时候 业绩是继续增长的 他只说一句话 六幅磷酸锂 供不应求 就一句话 其实就折射出了 这些方向 它们的业绩 继续维持高增长 很多人也提出了 一些新的观点 他说2022年 这一个新能源汽车 这些锂电方向 还能维持高紧急度吧 从目前来看 完全看不出 它有衰败的迹象 就比如说 新能源汽车 你可以看到 机上目前 你一眼看过去 看到十辆车 有几辆是新能源汽车 如果说你一眼看 一半以上的新能源汽车 那么它们就处于一个 逐步下滑的阶段 但是目前处于逐步增长的阶段 你怎么能够轻易的 以主观的情绪去预判 以电子板块就不行了呢 从整个产业来讲 目前依然是维持高紧急度 要不然 这一个韩国的LG 也不会高价到澳大利亚 去抢碳酸链 去抢链矿了 但是目前股价为什么跌 这就是第二个 情绪的沙跌更重要 这个情绪的沙跌 就是宁德时代 高位下跌造成的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新能源车 那么新能源车 今天跌的比较多 那么如果说我们 从整个价值的角度去考虑 可能逢低下跌 可能它更有值得配置的一个机会 那么A50一天府 这个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反正在低位 在一块钱下方 应该也都是看机会的阶段 因为毕竟后续A股 要重新向上涨核心资产 它还是向上走的 那么再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 基建50一天府 也是往上走的 那么传媒一天府 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我们讲如果是做 这个元宇宙概念 你不知道做什么类型的品种 可能传媒一天府 或许是一个选择 核心点的话 是给你自己要有认真的研究 但是从整个技术形态来看 传媒一天府 跟元宇宙的走势 是正相关的 也就是元宇宙如果有大展的时候 传媒一天府 基本上都是有表现 那么再往下看 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整个银行体系当中的一些品种 就比如说是这个证券 一天府啊等等这些系列 那么这些系列的品种呢 今天也都是集体的上涨的 符合我们强调的像证券一天府 它符合目前的一个建仓的一个逻辑 目前毕竟都在低位 我们可以看到新发现的券商一天府 证券一天府 在这几年一直以来都是维持着一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基本上 业绩增长了 但是股价没有涨 那么相较于更长远的阶段来说 那肯定看的是机会 好这是整个银行券商 我们的观点不便是继续看多 那么消费板块当中呢 昨天我们也讲过了 消费50ETF和消费ETF 到底该怎么去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消费50ETF呢 它有哪些品种组成呢 然后再下手不挽 消费50ETF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 一个白酒板块吧 你可以看到贵资茅台占15%左右 五粮液占13% 然后就是卢作老价5% 山西焚酒5% 然后基本上的话 白酒板块就占了一大堆 然后再下来的是美帝 还有像中国中缅 伊利股份 格力电器 那么美帝和格力电器 都是在底部状态 海丁卫业也没怎么涨 牧原股份也是 牧原股份倒是涨了一点 但是业绩比较差 所以说这一个消费50ETF呢 在后续我们讲上乘50 和护生300主板翻译有机会的时候 他们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机会 当然目前从整个技术形态来讲 没有重新放量上涨之前呢 按照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目前还是不具备很好的机会的 还是要等 我们再来看煤炭一天赋啊 目前是均线交着在一起 一般来讲均线交着在一起 只有两个走势 一个就是继续下挫 还有一个就是开始重新向上走了 那么从目前的整个国际原油大涨来看 那么它线上走的概率比较高 所以说原油ET 原油的这个上涨呢 对于煤炭ETF 有色金属ETF 应该都是以抗多为主 虽然说这一个阶段 我们讲的这一些主板低位方向抗多 但是一直没涨 核心的原因还是 主板整个的走势 目前还没有特别的明朗 也就是主上没有到 所以说很多时候 还是更需要一点耐心 因为整个大盘目前也是比较弱势的阶段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些ETF方向啊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等等方向都是调整的 那么我在今天的时候讲到一种观点 也就是说 目前这一些里矿方向的品种跌的比较大 并且都是在底部不断的下跌 还创了新低 但这种走势的 极有可能会在某一天出现一根大阳线 把前面一个星期甚至是半个月的调整 一根阳线就吃回来 我之前经常发生过这种 遇到过这种情况 因为如果说它是有内在价值的 持续跌持续跌持续跌 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忽然间就是一根阳线涨上来 这就说明 左侧交易下跌的时候啊 是有主力机构在吸筹的 那为什么吸筹 当然是这家公司挣钱啊 然后这个行业依然是高紧度啊 那么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么大家都会认为它是有机会的时候 那么就形成下上涨了 目前是情绪杀跌 情绪杀跌和它的内在价值 和它的成长性最终谁赢呢 那当然是内在价值和成长性 最终会获得胜利的啊 好了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一系列的新能源板块 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情况 资金面情况今天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们来看一下资金流向 今天资金流入居首的是贵则茅台 但是流入的幅度都不大 昨天的时候也是这个状况啊 由于目前市场整体的状态啊 它是比较萎靡的 所以说一些涨的品种啊 它流入资金不大 就比如说之前行情好的时候 一些龙头品种一流入 就是二三十个亿 三四十个亿 但是你看今天 贵则茅台也就流入了九个多亿 但是从这里面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些机会啊 贵则茅台流入了 这个阶段贵则茅台为了杀指数 可是贡献不少 从高位一路下跌 2200一口气跌到了1800 跌了400块钱左右 那么这个跌幅的话是比较大的 那么目前的话 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回升 到底是不是立马上去呢 目前技术形态是看不出来的 关键还得看主题机构怎么去走 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主题机构怎么走呢 因为贵则茅台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林德时代 包括招商银行 我们刚才看到了 都是护生300指数的权重品种 那么他们的走势 就基本上影响到了护生300 应该是基本上决定了 护生300指数怎么走 那么护生300指数 它背后刚好又是有股指期货 那如果说我已经可以通过 贵则茅台林德时代的筹码 来控制护生300指数的走势 那背后的话 自然而然它就会产生 通过金融衍生品对冲获利的 这么一个模型的 如果说你有这种能力 你也可以这么做 对吧 这当然是属于一个 非常市场化 能够想象到的事情嘛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三一重工 今天流入了七个多亿 底部啊 我们讲过三一重工 它目前属于一些底部的 智展方向的主板的 低位的方向 那么像海螺水泥呢 今天是一根阳线反爆了 这是我们前期在讲 整个大基建板块当中 水泥板块 一直要看机会 招商银行流入了四个多亿 那么今天全种工具股当中啊 贵州茅台流入 招商银行也是流入的 那么其他的我们来看 中国建筑 今天是继续流入的 已经是濒临前高 非常的近了 那么还有像这个钢铁板块啊 华泰证券 今天流入四个多亿啊 华泰证券之前我讲过很多次 华泰证券目前整个公司的构价发生了变化 很多的这一个营业部的一些权限被取消了 直接归于总部化管理了 那么一旦是总部化管理 可能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 所以说今年年报的业绩 有可能会超预期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当然不是讲关注这个股票 也不是推荐这个股票 我叫你们关注的是 华泰证券会不会像如我预判的一样 会有很好的业绩 当然有很好的业绩 肯定是利于股价上升的 就比如说中原证券这一个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股价不断的上涨 就是因为公布了业绩 非常的好 所以说股价不断往上走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华泰证券 还是这一个中原证券 还是其他的一些中字头的品种 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 目前市场资金流露居前的方向 题材类越来越少了 而我们强调的这种大宗商品 周期股这些方向 包括像这一个主板低位蓝筹方向 走的都比较好 或者说资金流露的比较多 这其实就是为我们接下来强调的 主板低位蓝筹方向 买下的伏笔 尤其这个阶段我们会经常发现 这个四大行也是经常放在前面的 可以看到今天工商银还排在前面 那么其他的都是一些 尖锋集团也好 包括像这一个上风水泥也好 都是水泥板块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向 板块的资金建筑材料大基建排名第一位 流露23个亿 然后装配是建筑也是大基建 然后呢钢铁也是这个大基建方向的 还有一带一路也是的 然后再往下来就是银行板块 然后两个传媒板块就是我们强调的元宇宙方向 整体而言证券板块 今天资金是继续流露的 所以说市场呢 整个的模型一目了难 基本上就是我们强调的主板低位方向 大基建 大金融方向 居首 然后就是还有题材方向 元宇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 整体模型上来说 它是有望不断创新高的 但是个股的炒作呢 可能会越来越难 因为股票越来越多 就从这个通话数蓝建统计 最开始元宇宙的品种也就不到20个 到今天为止已经接近100个了 我估计再下去的话 就是150 200 越来越多 那么你看这一个指数的话 就没很大的意义了 核心点 应该还是看一些个股 当然今天元宇宙当中 强势有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这一个 湖北管店 今天是继续的涨停 也就表明目前 主力机构或者主力油资 还是抓住了一些 非常强势的品种 在进行不断的炒作的 那么看这一个 湖北管店 那么湖北管店 应该类似于中医药医疗方向的 这一个 9万医疗 持续上涨 那么往往有望 带着这个板块继续上涨 那到底会不会跟9万医疗 这样忽然间就大幅度跌停呢 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本身炒作题材 干净别的 湖北管店 这个谁能讲 明年它就一定涨了 或者它不跌停呢 那这个就是相当于 在赌场赌谱样的赌大小 既然是赌大小 我们讲了做短线方向的 那你就得控制好风险 你只能用你做短线的 五分之一的资金 你去博一下 本身就是博嘛 博嘛 有涨停也有跌停 你得得论 这才叫做短线 不可能说你每次买了 它就必须得涨停 这是不存在的事情 好了 讲完这个点 我们再对各大板块当中 做一个梳理吧 总体而言呢 大的方向上 还是跟近期的观点一样 也就是这些主板低位方向啊 主板低位蓝筹 可能会越来越清晰 尤其是整个商品期货 基本金属在涨 所以说我们核心点呢 还是要来看周期股的反攻 我在本周的时候 也在告诉大家 我说对于2022年周期股 完整归来我是持有 比较大的这一个碳好的 因为从这个全球经济的角度也好 再通过这个碳中和的角度也好 我都认为周期股 有可能是完整归来 所以说无论是水泥钢铁 今天这两天是表现了啊 那么目前有色金属表现稍弱一点 有些金属表现弱 这跟目前的整个的里矿资源 蛮无目的的杀跌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比如说这个小金属方向 你看都是在跌 煤炭已经是底部起稳的状态 包括水泥也是起稳 不断上升 钢铁也是 只有有色金属比较差 所以说我认为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有色金属这一个方向 这是整个周期股方向 说到周期股方向呢 银行板块指数昨天讲过了 川氏形态的上升 不仅仅仅限于目前这个阶段 它大的概率是应该要去突破 1000点 因为这个阶段最高点是900多点 我认为这一波的银行啊 它最起码要走一个小的组成的行情 突破1000点的话 应该是属于标配 那么证券板块呢 我在今天主题逻辑也讲到了 接下来它出现突袭式 大涨的概率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阶段呢 它什么时候大涨 不知道 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就是耐心的等待 所以说你也不用再去 对券商漫漫咧咧的 不看好了 就不要交易就好了 这个市场股票很多 接近5000家 并不是说我讲券商 券商就一定好的 当然就看每个人自己的认知 不要说 你自己看我券商 券商不涨了 你就赖到我头上 说我讲券商 所以它导致这个券商没涨 自己看好了就做 不看好了就不要做 很简单的道理 当然我肯定是打死的是看好 券商低位方向 有机会继续向上涨 并且我认为 出现爆发的概率 是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大了 很多人一直在讲保险板块 保险板块的逻辑呢 你来看一下 一次两次三次 目前都是到了半年线附近 到了半年线附近呢 就极有可能忽然间 出现一根阳线向上涨 比如说类似于 像这一天样的 一根阳线向上涨 11月8号这种类型呢 都是有可能的 反正在低位时机嘛 很多时候除了 这个耐心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 耐心才有可能 等来比较好的机会 对于猪肉板块 然后养鸡板块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创伤甲都已经是 废掉了 已经是时差了 时差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重点 关注风险了 你看顶部这么多 引线通不上去 从技术面形态来讲 往往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顶部了 有可能就是要持续瞎挫了 猪肉和氧鸡 都是这种状态 顶部这么多 上引线上不去了 那么对于中药板块 我们来看一下呢 也是好几次引线 你看这个阶段 本来走得好好的 目前整个创伤甲 已经完全闭环了 那么接下来 你看它的风险 已经很大了 所以在前面几天时 我们讲要重点观察 关注它的风险 那么对于所有的 这个提债方向 整个来讲的话 只有元宇宙板块 它的整个的方向 由于不断地 加入了很多的品种 所以说走势呢 目前你看它高位 相体震荡 很难去大幅度的下挫 所以这个方向呢 如果能选择的好 是有机会的 好了 今天的课讲到这里 很多人还要讲两个 就是一个国防军工 我再来讲一下 国防军工板块的逻辑呢 今天也是出现了一个 较大幅度的调整 原因嘛 很简单 就是宁德时代的沙跌 你会发现 每次就会把国防军工带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国防军工 它跟宁德时代一样 都是属于相对高位的品种 我们之前讲过 宁德时代的下跌 它是非常的阴险的 一方面的话 会把整个新农员板块带下来 另外一方面是把 相对高位的品种带下来 但是对于国防军工来讲 我们讲的趋势上的话 是要有耐心的 目前整个市场的状态就是 只要你能忽略中转期的波动 趋势上你耐心一点 等到我们预判当中的 小牛行情一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 心情就会变得更好了 当然方向要对 如果方向不对的话 心情可能会更糟糕 小牛行情来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是只赚指数 不赚钱的 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收听